找到那個Python證照這一區 裡面的話就會分成那個 這個是單雙都有的 另外我把它獨立一個是雙數的 也就是說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東西 不過這個在錄影裡面不太適合講 因為我怕會害到那個人 它裡面的話就是你把這個打開 第一類有沒有 基本上總共有九類 也就是說一類的話會有十題 那如果雙數的話變成只有五題 所以第一類的話第一題就是像這樣 102它就是浮點那個 浮點數的格式化輸出 那也就是說它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你輸入這些資料 它希望看到的結果是長這樣 輸入是這樣子 輸出是這樣子 如果你可以 假設你在執行之後 下方只要輸入這個東西 它就會print出這個結果 輸入這個東西 print這個結果 應該是print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OK 也就是說要根據這上面的這個資料 輸入完之後它會自動全部就是幫我格式化一下 大概主要是上面 另外的話呢 詳細的說明這邊有提到 它要必須有一些排版 也就利用那個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stream的方法叫做format 那個format就是可以做有點像word裡面 你要縮排幾個字增加幾個間距等等 這個102部分 各位可以先說 那格式化部分的話 也在那個第一類 其實你會發現這本書 我們上課用書 總共也剛好九個章節 也就是第一類的相關的說明都在第一章裡面 OK 像這個地方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那個應該是第一章裡面的那個 1-1-1有沒有 其實就是第一類 1-1-1裡面的那個format的格式化輸出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person格式化 它其實格式化兩種 其實好像考試的時候這兩種都可以用 那你當然只要符合它要的 那這個考試基本上這樣就是說 它不會有一個標準化的程式 程式碼你怎麼寫都可以 最後只要結果是長得它要的樣子 它就給你要的分數了 但是最容易犯錯就是裡面 像我那時候練習的時候 最容易犯錯就是裡面可能多一個空白 少一個空白 這些空白數量 比如說它要兩個空白 你就不能多一個空白 或者後面一個 反正就是一定要完完全全 照它的要求輸出才會有分數 那有時候卡住比較久的都是差一個地方 那其他還有像圓形面積計算 比如說我輸入10 它要能夠輸出這樣的結果 輸入10 enter 這個結果要輸出 輸入2.5這個結果要輸出 那每一題每一題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做 但是你現在可以先不用考慮那個標準 就是最後那個那麼精確 你可以先思考一下那個題目的邏輯就好了 那至於怎麼做你可以再會試做一下 反正你基本上能夠接近就了不起了 那之後我們會按部就班 反正一題一題帶各位做 那如果可以你先去想想看 了解一下題目 那總共的話呢會有就是9類題 那目前的話 我這邊也有整理一個那個參考答案 也許你如果想要知道怎麼做的話 其實102下面會有一個解答 104也會有一個解答 有沒有然後106108都會有解答啦 只是說我們陸陸續會把它放 但盡量因為我怕太快放解答 你們會被那個解答給限制住了 因為你有個框框嘛 那你就以後就跳過那個框框就麻煩了 盡量就沒有標準答案啦 因為以後你工作裡面沒有什麼 一定要這樣寫沒有啦 老闆也不會管你怎麼寫 他看你結果而已 而且就是你執行的效率也要對啦 你不能寫一大亂七八糟 本來就寫個兩三個就可以 你寫那麼多幹嘛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也許先稍微了解 配合那個我們上課用書 然後呢這總共有九個類別的題目 先稍微把這個方向先定下來 那之後的話呢 我們在後面還有30 今天是32個小時 會把這些題目逐一的帶過 所以估計大概 這樣算起來一類的話 大概也頂多大概兩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不到 所以也就是說 那時間其實還蠻趕的 但我們不要盡量趕 我盡量就是扎實 而且你們盡量就是真的能夠學會 然後之後的話去考試 真的也能夠通過 最後也許是不是也可以來個模擬考試 這樣子 那這樣如果每個人都信心滿滿 然後再 掛名考試 我想通過應該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OK 先試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